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采用上帝视角拍摄的经典虐心电影《狗镇》 在美国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住着一群善良的村民 可他们的生活却非常艰苦 住的地方非常的简陋 唯独作家莫拉算是小镇里比较富裕的人 因为是作家,加上小镇里的人思想不够前卫 所以莫拉一直觉得自己的灵魂和思想是崇高的 但莫拉的年纪也不大 青春期懵懂的幻想让她经常偷看这里的小姐姐 在一天夜晚思考人生的莫拉被一声强响给带回了现实 此时一位姑娘正急急忙忙的找躲藏的地方 她正被一群黑社会的人追跑 善良的莫拉将姑娘藏到了洞穴里 面对黑社会的质问,莫拉摇了摇头说没有见过姑娘 在离开前,黑社会给了莫拉一张名片 告诉她如果有看到姑娘就要立刻汇报 只要找到人,种种有赏 事后莫拉得知了姑娘名叫苏菲 并好心地邀请苏菲住在小镇 其中苏菲还有点犹豫 但想到自己的处境,最后还是同意住了下来 可并不是莫拉邀请,苏菲就能留在小镇 第二天,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 莫拉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 让苏菲在小镇待上两个星期 观察一下品行 然后再决定是否可以让她留下 在两个星期的相处下 苏菲的热情和善良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因为这两个星期以来,她帮了所有人很多忙 于是苏菲也就在这个镇上开始生活下去 但没多久,警察就来到小镇 贴上了关于苏菲的许能启示 起初村民打算将苏菲的存在告诉警察 但却被莫拉给阻止了 因为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下 莫拉已经爱上了苏菲 她不同意将苏菲交给警察 警察的第一次到来,只是引起了小风波 可当第二次到来,所有的人都坐不住了 因为这一次贴的不是许能启示,而是通缉令 上面的人依旧是苏菲 而在警察到来之前 所有人还开开心心的在同一场桌子上聚餐 因为每年的7月4日 对小镇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可随着通缉令的出现 这一次的聚餐就将不欢而散 所有人的内心都有了自己的算盘 这一次,苏菲说不定要离开小镇了 但经过莫拉的劝说 小镇的人依旧同意苏菲继续在这里生活 可是苏菲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力来补偿他们 毕竟他们这事知情不报 从这之后,苏菲就在小镇辛苦的工作 没有停过 而她这么努力的工作从未得到夸赞 起初还有人会感谢她 但时间久了,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苏菲的地位在小镇上越来越低 而这里的男人面对如此动人的苏菲 也渐渐开始有了邪恋 一位已经结婚的男人对苏菲进行了告白 但是却被拒绝了 因此她怀恨在心 她并没有去举报苏菲 而是在等待机会 在警察又来到小镇的时候 她在屋子里占有了苏菲 因为她知道苏菲此时肯定不敢求救 经历了这种事的苏菲决定离开小镇 这里的人都戴着虚假的面具 她找到了唯一害人性能的莫拉 请求她带自己离开 莫拉告诉苏菲 可以去找运苹果的大叔 只是可能需要交十元的报酬 当苏菲把钱交给大叔后 她把苏菲放在了后厢里 隔车开没多久 大叔也爬上了后厢 她告诉苏菲 前面有许多交警 十元报酬并不能让她冒险 没有钱的苏菲 选择了大叔最想要的补偿 可当黑布拉开后 她并没有离开小镇 所有人都用藐视的眼神看着苏菲 从这之后 苏菲的地位 连小镇门前的狗都不如 男人不断地去侵犯她 女人不断地去误怒她 但唯独莫拉从未对苏菲做过什么 可有一天晚上 她还撕下了自己的面具 她也想占有苏菲 其实一阶的污蔑计划 都是莫拉做的 可占有苏菲却得不到她的心 莫拉决定 向苏菲交给最初的黑社会 来换取一份奖金 可没想到黑社会的老大 竟然是苏菲的父亲 苏菲离开只是不想继承帮派 但这一次 她选择了接手 而在继承帮派的第一件事 苏菲就下定 将小镇的所有人都杀死 自己一个人来解决 而整个小镇 此刻只剩下一只孤零零的小狗 这部电影没有豪华精彩的场景 有点类似花剧的感觉 但剧情却让人看得出目惊心 做人要有标准 对自己 对别人 以及别人对自己 都是如此 踏过底线 则必须反抗 这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唯一方式 在人性中 不管频率里阳光多么灿烂 黑暗永远隐藏在其中 只是他们在四季而动 做人善良 并不一定会有好报 但如果你做了坏事 一定会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